例如你面對這些新聞時 又說你不滿意把資源放在文章上 你會怎樣去看呢 其實我覺得慢慢我們的惡迷都會分 究竟哪些東西是傳媒炒作 明白的 現在這些新聞寫出來會比較好看 甚至有些訪問的主旨好像說到我和她是探永良和張國榮 當然這件事是值得開心的 但我覺得那種比較 慢慢惡迷都會分得出 因為我們一起工作的時候 不會有介替或者說話 令到對方覺得難受 反而我們一開始為什麼會點擊 是因為我去上去做她的幫手 聲蒙一起唱青春種這首歌 我當時已經有個想法 因為我覺得Fred這個人 其實他比我的歷練是多的 我唱到青春種的時候 其實我只是幾年而已 但其實他的故事 如果他唱青春種的話 其實是更加有力的 因為他有一個十年的背景 他十年在做一個曲仔的演員 那樣東西 所以我們去rehearsal的時候 我跟他說了一個reference 我不想這個給大家 因為那時候沒有任何聲音 會把我們比較 但我已經覺得無謂去走到這個位置 所以我跟他說 我希望Consert YY裡面 彭玲和蓉祖兒 唱心淡那樣東西 一加一是大過二的 那樣東西是做一件事出來 多過大家聽完之後 純粹會比較蓉祖兒和彭玲 反而會覺得這個performance 真是一個演出 真是一個很好看的演出 我們那時候懷疑就是這個心態 所以一來我也很喜歡和音 剛才開始說到 所以我不介意他做一些supporting的角色 去突出Fred 去表達這個 由他的身份去表達更加有力的故事 我們是這樣的機緣之下 去建立了我們自己的友誼出來 但他最後加入你們唱片公司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有壓力嗎? 其實我們自己喜歡的是很不同的 他喜歡Rock 還有很明顯的結他底 我對結他一遙不通 我極其量都可以說有彈鋼琴仔 但我覺得這件事是大家的取態 或者大家在音樂上的理念 反而他是做到我的事 我也希望 譬如我有時跟他做合唱的時候 有一些和音的東西 希望可以enlighten到他 我看見他有時就算他本來不懂和音 他現在也會有時 譬如我們演出的時候 他也會想做一些和音 我覺得這件事是互相切磋而得著 是大家都會進步的 剛剛其實昨天正前日 我們才一起錄了一首歌 在一個節目裡唱了我什麼都沒有 陳奕迅的 這首歌是我們兩個的童年回憶 其實也是一個很沒壓力的節目 就是一個比較平常的音樂節目 但我竟然是重演完一次之後 我覺得起雞皮 然後我跟他說 Good Show 一個這樣的場合是不會搞Good Show 正常一個很Casual的音樂節目 我跟他說Good Show 因為大家都很期待這件事 而且他也很有心 中間有一段他拿了口風琴出來吹 除了展示他的功能之外 我覺得這件事是大家擺在這件事上的熱誠 是很像我們開始青春中的那件事 所以就算經歷過這麼多這些報道 或者這些傳媒的加鹽加醋 之後其實大家回歸初衷 大家都是聲聲相識的感覺 一圈圈星光背後 又是Alfred 許廷鏗 想聽完竹本的訪問 立刻上881 903.com 節目重溫吧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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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